因為就是之前你拍比基尼的那個 不是比基尼啦 那個海洋 海洋公益作例的時候 對被漁網纏住 沒有比基尼 那個是公益的部分 我們都還是有比較保守一些 那時候是有豪雨嗎 那時候是拍完才知道懷孕 根本都還不知道 而且還帶著斗宅潛到13米深的那個 海水 我去跟那個 去跟醫生講 我說 醫生我不知道我懷孕 所以我去潛水 潛到13米 他說你講錯了吧 是3米吧 我說是13米 他下巴都掉了 趕快來照超英波 還好我們斗宅也是游泳健將 厲害的很這樣 對啊 在裡面 還沒生出來在裡面就在游挖室了 哈哈哈 那你覺得之後還有機會拍那種東西嗎 我覺得要看啦 就是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的話 當然我一次也就夠了 哈哈哈 要拍那個東西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在過程當中也是相當的辛苦 然後 沒有沒有要第五台 你老公那邊拉了 結紮了 結紮了 對 是別人的 對 但是如果說 怎麼可能 那好可憐 公益募款 公益募款要走全裸路線 對 如果真的有這種我們可以考慮 哈哈哈 但是真的是要否公益喔 你老公會去潛嗎 不會 但他是游泳健將 但其實潛水跟游泳是兩回事 但未來他應該會考慮去潛一下 對 可是因為當媽覺得你的尺度有比較好手一點 哪裡喔 我從出道就是媽了 你不知道嗎 哈哈哈 對 並沒有因為這個關係 而是 考量到需要的問題 對 那那個時候因為畢竟 兩個孩子 兩個大的也是 還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然後兩個小孩也還沒有出生 所以那個時候比較有閒工夫 可以去做一些規劃 那現在的話我們比較多是傾向於 直接跟一些需要的單位來合作 現在四個小孩是不是在一起 有崩潰過嗎 崩潰當然是有啊 Everyday是不是 對啊 一兩個小孩媽媽也都有崩潰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 但我覺得比較開心的不是說 因為我就常常講啊 我在年輕的時候成為母親的那個階段 其實常常崩潰 那崩潰之後又會有愧疚感 又會覺得說 怎麼會跟孩子生氣 然後在孩子面前暴怒這樣 但現在的崩潰比較多是可能 情緒滿載的時候需要有一些釋放 不會像以前那樣子對孩子咆哮 那可能就是跟老公一起做一些流淚的禱告啊 然後就老公抱抱安慰一下 可能隔天就沒事了這樣子 不同程度啊 也會比較成熟 人都要成長的嘛 嗯 你最崩潰的狀況是什麼 嗯 其實兩個大女兒剛回來的時候 因為是青春期 所以那個時候會有一些溝通上面的關卡 要學習跟 要過關斬將 那個階段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你有被受過什麼樣的傷嗎 譬如說被嗆還是被小孩摔東西 是沒有到這麼激烈 但是 真的 我抱抱你 笑笑 所以要流淚禱告 其實我們都 我們都還是蠻多在愛裡溝通的 就是整個過程都沒有到很激進 只是說媽媽也是玻璃心嘛 因為畢竟孩子這麼多年沒有待在身邊 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會 都會需要更冷靜的來處理 很怕在那個情緒上面 會說出傷害彼此的話語 但很開心的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說出來的 那我們要不要聊一聊今天 那個循環職棒的部分 我相信了40分鐘 我會背了 你會背了 太棒了 那我就放心了 真的 他假的女兒啦 像之前那個賈靜雯 他女兒不就是穿比較肉 然後網友就會有一點 我們不聊這個了啦 上次都聊過了嘛 對 所以你現在都能接受 現在 這天氣他們穿多肉 媽媽媽媽媽 可以帶我去買發熱衣嗎 對啊 自己每天都包緊緊的 帽子啊什麼圍巾 我覺得都是階段啦 還是尊重孩子們自己 你會去管他們的交友狀況嗎 譬如說偷開日記 不是管啦 關心啊 對啊 這媽媽怎麼這麼不會講 幹不然你小朋友要摔玩具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其實我覺得喔 再忙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時間 跟他們聊聊天 就是每天回家的時候 只要時間是他們還沒有睡覺 就會上去跟他們聊個幾句 問問看學校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開始叽叽呱呱的 兩個一直講 沒有啦 因為那個昨天這兩天 就是說小青年之前 就是你們有演出 那個幸福仔一起 結果他突然被換腳 是因為他之前受訪的時候 就是有人問他 關於那個凱樂 就沒有讀焦點 說害怕被換腳 你有聽到那個消息嗎 你有安慰他還是什麼 當然是知道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很難過啦 就是事情會演變成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也不方便 在媒體上面對於這件事情 有任何的發言 那因為是教會的事情 那教會會在適當的時機 有一個同意的發言 就是我們一起發光 其實那牧師師母一直以來 都是用愛在陪伴弟兄姐妹 這些我們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們也會 陪伴著牧師師母一起 走過這一段 謝謝大家的關心 就是明年會開始上映 對 但是因為還是要 也要尊重Good TV他們那邊的排程 所以拍完了 目前應該還是在收尾 進行中的階段 這也拍得很快 是級數不多嗎 正確的級數 他們好像有做調整 因為這部分也不是我在負責 你有演嗎 有啊 OK 我跟東彥演情侶 OK 回到最起初的愛這樣 拿去年的錄音出來我就知道 每一年都這樣過 每一年都這樣過 真的 這個 紅包很厲害 今年過年呢 就是大家一起來玩 熊熊之邦嘛 然後 贏的人就可以得到 比較大的紅包這樣 說不定你會帶 四個小孩出國啊 沒有 因為呢 我們過年其實就是 全部都來我們家 就是不管是 東彥的爸爸媽媽阿姨 然後我們家的 爸爸媽媽外婆 然後 廚民家別 包含 家瑜 宇峰 姐姐姐夫他們 哥哥 嫂嫂 他們都是來我們家 所以我們從小年夜到初五 基本上就是每天在家裡招呼客人這樣 生意很好 最多幾個人啊 最多可能將近30個 就一個晚餐 就擠滿滿這樣 對 應該也很難想像跨年的時候 高雄夢時代可以擠多少人吧 我們今年來看一看 所以你就做東 對啊 當然 就姐姐他們 各自也會帶一些拿手好菜啦 就我們現在進來 讓白媽媽不要這麼辛苦 就每一家帶個兩三個菜來 然後我們就提供場地 然後大家就吃很多這樣 大人小朋友分兩桌 好像很像百販全集 對啊 盒子 就是東西方各國的料理 然後對 山東啊 因為外公山東人嘛 然後奶奶有安徽 爺爺他們北京 就是哇 各家的好菜都都會集合在餐桌上 哇 真的是 不瘦一點 那個時候怎麼有扣打可以碰 不會啊 因為我們都是他們帶 我們都是用 你真的好棒 你今天得兩分 因為我們是在家裡用餐 所以我們全部都沒有用到任何的免洗餐具或餐盤 然後就算是姊姊他們煮什麼牛腩來 也是整個鍋子整個鍋子都拌過來 所以我們之前他們過年是不會有這樣子的一次性的使用 而我們家也不太交外賣 我們交外賣是帶著鍋碗瓢盆去餐廳裝 對 就是比較麻煩 但是就很有成就感 就覺得我們共同完成了一項任務 然後孩子們就在後座一人抱一個鍋子 一人保護一個鍋子 因為如果湯湯水水會晃 但是快鍋就很好用 如果我們是要去煮那種買那種沙茶火鍋的話 你都一定會有一個大鍋子去裝湯頭 然後就用快鍋把它鎖起來 這樣車程就不會 我們也是經歷了很多的經驗 對啊 因為你如果只是一般的鍋蓋 他就撒亂七八糟 你都不會就是讓店家幫你裝那樣子 就是我們 對 然後還有 因為你說那些什麼 那叫什麼盒啊 保鮮盒 也是很多啊 家裡都很多 現在還有很多食物的保鮮袋 環保袋 環保食物袋 那些都可以重複使用 它裡面都是矽膠 耐高溫耐熱的 就是都很方便了 越來越 就是很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盡量 那因為如果說我們拍戲 那吃便當訂便當 那沒辦法 那我們一定會準備自己的餐具 然後自己的水杯咖啡杯 對 那你紅包是準備多少包還是幾位數 紅包永遠都是就是六位數啊 也不會再多了啦 我們也就是六位數已經很多了 哈哈哈哈 這基本上長輩小孩都會覺得 會啊 長輩小孩工作人員 嗯 我們節目 慰勞大家一整年的辛勞 我們能夠 對啊 能夠包紅包也是很有福氣的一件事情 表示我們也有很多的恩典 今天的稿子差不多要寫一個禮拜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有成黨的問題嗎 呵呵呵 好喲 謝謝大家辛苦了 再幫我們多多推廣一下 我知道你們都背起來了對不對 你們只有那種就是 退化的行為嗎 例如 就很多人小的出 最小的出身 會 其他大的會開始尿床啊 欸 沒有尿床 那會假哭 喔那還好啊 他就假哭就是學妹妹啊 因為他發現妹妹只要哭 就會有人去抱他嘛 所以他們兩個就輪流假哭 這樣 那他有要喝奶奶嗎 奶奶他本來一直睡前 他都還是有在喝 要喝你的真妹呢 沒有啦 已經斷奶了 哪有這種所有 你現在有在餵嗎 哈哈哈哈 這太為難了 太為難我了吧 哈哈哈哈 出現一些很奇怪的 大哥把他關了 呵呵呵 重新打開 哇聊到這個 給他一個特寫吧 有時候會過來撒嬌 媽咪有喝你的奶奶 我說媽咪現在收工了 已經打烊了 對啊還是會啦 先聊一下 哈哈